HELLO 大家好 我是Emil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美國Azure 針對這次冠狀病毒的疫情 提供了一個前瞻性的指南 就是說幫助我們在通風跟空調系統 就是會擔憂病毒傳播的這個部分 提供給大家一個參考指南 那大家如果想看他們的文件的話 我們放在資訊的地方大家可以去看 那其中的內容包括就是說 Azure針對這次的這個疫情 有一些立場文件 那還有包括說一些相關的使用連結跟標準 那Azure的總裁Derald Gose就有提說 最近的這個新冠病毒 蔓延跟在全球的這個範圍的這個輸入其實非常的驚人 那雖然說Azure是有 就是全力支持擴展對新冠病毒的這個傳播方式的研究 但是其實我們知道就是說 健康的建築物是解決方案的一個部分 Azure的COVID-19這個準備資源是提供給像建築業者工程師一個非常好的指南 讓我們知道說如何最好的保護人們免受於這個病毒的侵害 尤其就是說現在HBAC系統就是跟我們空氣傳播的顆粒相關 那文件是建議像醫療場所的出入口或是等候區 或是比較擁擠的一些庇護所或是像類似的這些場合 都應該符合至少最低的一個標準 並可以採用Azure的室內空氣品質的一個技術指南 來避免就是說空氣傳播的這種傳染病 那像我們這邊跟大家補充一下 台灣的行政院環保署訂定的就是說 細菌的落菌素質應該是要低於1500CFU以下 而正菌應該低於1000CFU以下 才會是一個安全的環境 Azure認為由於小顆粒會在空氣中停留一段時間 所以說要讓空氣流通的這個HBAC系統 在這個設計跟運行的這個過程 是會影響到我們這個疾病傳播的這個可能性 那所以也建議就是說採用以下的一些方式 來避免這個情形 譬如說靠西式通風 或者說用成流或是其他室內空氣流動的方式 或是說靠房間的壓力差 或是一些獨立式的通風系統 或者說中央空調要做一些破滤 或用紫外光做照射等等的 這波疫情現在還沒有緩解的現象 而現代人待在室內的時間其實越來越長 那台灣地圖亞熱帶 常常是處於潮濕高溫的一個情況 細菌黴菌等等就更容易的滋生 而其實我們台灣國人平均大概就是 有八、九成的時間都會待在室內 包括說自己的住家、辦公室或其他建築物內 所以說其實室內空氣品質對我們來說是非常的重要 尤其是對兒童、老人或是孕婦或是有慢性病的人們 而且兒童處於生長的狀況 他們的呼吸量占體重的比例是比成年人家高50% 所以說其實他們受到空氣污染的危害 其實會比成年人來的高 像WHO的研究報告就有指出說 因為空氣污染引發氣喘致死的情形 全球每年有10萬人 而35%的話都是兒童 一般生活環境中 細菌、症菌、微生物、還有病毒 是以不同的形態 普遍存在於我們生活中遭 那藉由空氣傳播可能會引起的一些疾病 包括就是說 會讓我們可能會有過敏 或是毒性反應 或甚至會到致命的殺傷力 所以我們這邊呼籲大家說 可以參考使用我們法國進口的這個 科菌除臭精洗劑 那這邊是有匈牙利醫院的一個檢測報告 是他們北匈牙利的檢測研究院做的 使用我們Active以後 在手術室各年做一個採樣 那得到的報告是 完全低於我們行政院環保署 針對醫院的即將手術室訂定的規範 一共給大家做參考 針對這次的疫情其實各界都有提出還蠻多的一些建議 跟指南 那希望大家都會針對室內空氣筆的部分 也能夠更加重視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